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记不记得应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一个产品使用 还一样的我把source放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它的原稿文件 look我的source的主要来源者是我是它的脑残粉 然后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数据报告 我觉得非常的有用 然后所以就不断的分享给大家 你想象一下newborn baby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baby boom 但至少我出生的时候都是高峰 基本上average wise是37万每天都会有baby出生 可是想象一下苹果香蕉iOS device 每天都会卖到比baby还有多38万左右 56 然后android的话是100万了 然后nokia和blackberry现在应该已经都灭亡了吧 然后关于mobile的话 fabft和flipboard flipboard的话是有一年获设计大奖的 基本上它的使用率跟网站来说 手机的使用率都是2倍2.5倍3倍以上 所以说关于表格这个东西 在mobile上的应用不得不说一下 因为使用的人更多 所以怎么样改善它的体验和设计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总结这一章节的一个体验 然后呢 我就截了一些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pinterest的login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 就是当你点login的时候 它会下面的页面会跑上去 然后是有个animation 然后告诉你可以login with facebook twitter 这些都是social media 中国的话就是跟你login你的腾讯啊 login你的微博啊 login你的其他的之类的 第三方的 然后你也可以注册之类的 那这个界面一直可以换 这不是很复杂界面 人家看动态就知道了 然后左边这个 我也不说 不告诉大家 这个是什么app的界面了 女生应该知道 然后右边是paypal paypal的界面也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个界面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当你看到左边的时候 当你进入这个登录页面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静态的页面嘛 但是当你登录paypal的时候 它的键盘是自动 上升的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它自动调解到 你要知道你要打东西的状态 所以它键盘是已经 它的input是键盘 而这里的input是没有 也就是说 当你要点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点这 你用手点一下这个账号 或者是密码的时候 它才会有个键盘上来嘛 所以说从速度上来说 这个就输了嘛 这个就快一步 然后你点完之后 马上就可以login 这个因为它还有找回密码 还有第三方登录 什么全部太多功能 在一个页面上 所以导致了页面上 虽然这个看起来 好像还算的可以接受 但真的使用体验的话 这个好像就绝对没有 paypal的快 因为你就打进去 你要电话打 或者是你要email 打进去 login就完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 这里也有告诉你可以注册 或者是show password 这个之后再说 然后这里只是找回密码 找回密码和show password 又是两码 是哦 所以可见就这么一个登录的页面 就有这么多的区别 然后关于google wallet google wallet的话 它这边一个表格是什么呢 是叫你填信用卡 然后你填的时候 它会这里亮出 到底是visa还是master 是amex还是discover 是就是银联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边是其他的认证码 然后你accept再read 再create 然后右边的话 这个是apple的一个 default的一个calendar的设置 所以也是一堆表格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默认也是键盘起跳的 也就是说换而言之 我为什么一直要说 这个键盘这个事情 大家就考虑一下 当我到一个credit card 这个要打数字 因为你的卡号肯定都是数字嘛 你打这个的时候 你想它跳上来一个regular的键盘呢 还是它跳上来只有数字 大而且是很大的按钮数字 那可想而知 当然是很大的按钮数字方便了 因为我只打数字啊 对不对 这键盘要切换 所以这种使用的流程 看起来是很小的变化 写代码的同质 也只是一个输入input 写的不同而已 但是对使用感受和节约时间来说 是带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善 都是很细节的东西 但是我只是希望大家 设计的时候也是要考虑 第一减少步骤 第二增加使用效率 就是如何快速 并且准确的填入你想要 或者是想要收到的讯息 这个好太重要了 然后关于代的这个就是说 也是一个example嘛 然后之前他们的登录表格 就是说你的 你的名字铁在这里 然后你的middle name 因为中国人没有middle name 然后你的姓填在这里 然后他们 这个是之前的登录界面 现在的话 它改成 它不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它就一个栏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键盘已经跳起来 当然这是比较旧的版本 他们已经改进了 在那个时候 iOS maybe six or five的时候 就已经改进了 然后furname 你直接填名字嘛 然后John Smith 对不对 它就已经有last name first name嘛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写三个栏 写三个栏的概念就是说 我从这儿要点一下 啪啪啪 tap 然后点这里 然后再点这里 这里只要点一下 打完done 下一页 这个区别很好 就很容易看得出来 然后关于phone number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里是什么白天电话 extension 家里的电话 mobile电话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其他电话的表格 是分三格的 我实在是恨死这三格 为什么要点一下 打三个数字 再点一下打三个数字 再点一下打三个数字 这么愚蠢啊 你不能给我分完吗 我为什么要点三下呢 你就点一下 然后你给我分不就行了吗 你点一下 你默认的给我分不就行了吗 七八九 对不对 如果你要加另外一个号码 就加另外一个号码 你要加extension就加extension 通常extension是没有人填的 对不对 你就把它放在secondary 然后你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它键盘自动是数字键盘 多爽啊 明明就是写phone number 你为什么还要给我一个regular的键盘呢 就写填卡号 填任何数字相关的 或者是身份证号 这些所有的input都应该就是数字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酸 酸爽 然后指完这些例子之后呢 我先给大家看两个实例啊 这个就是我自己从我自己手机上record的一些 一个flow 然后 不知道这样大家看得清楚没有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 这个今天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是square cache 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过的 基本上 他们因为没有被google和apple acquire嘛 然后google有他们自己的wallet 然后apple有他们的apple pay 所以作为他们这么强大的两家竞争对手之下 他们还是存活下来了 当然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止google和apple 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小的startup 关于做payment 像支付宝的话 我用了一下也觉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也是非常的powerful 但是跟square cache的话 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square的话非常非常简洁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听听他们的flow 是他们里面一些input的一些form 然后是我自己从自己手机上copy的 然后可能会有比较多私人的app使用 给大家看到 所以不好意思 好 square这边打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简洁 左边是我的profile 右边是一个history 对不对 中间是钱 键盘 request和pay 就是你要钱和付钱 没有了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我刚刚点了一下我的profile 然后profile从左边滑进 然后这个是历史 就是可以看到我 然后我刚刚想做什么 我刚刚就是想要查我的activity 但是他说你没有任何的卡连接 所以如果你想invite 你的friend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储蓄账户 跟这个账户连接 那基本上现在这种免费的话 都是储蓄账户 不能用信用卡去搞 所以你回到主页面 一共就三个 然后你就打 这个animation也是非常细微的 我打完之后 这里的request和pay都已经highlight了 好 打50 我到底是要pay呢 好 我要pay给谁 你就可以打名字 打完告诉他们 就是你要 我打给Eric Godzilla whatever 然后给他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随便打打 你就是告诉他 你可以填 可以不填了 你就说他付了我的dinner 是晚饭钱还是什么 然后你就直接打给他了 就没有了 结束了 就是打钱 pay 没有了 非常非常迅速 然后我要request的话 我问Candice拿钱 问Candice拿什么钱呢 我说你钱 上次你买裙子是我的钱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 右上角的request 然后这是一个使用流程 但是我这边还要秀大家的是 他怎么去link a card 特别是这里一块 debit card 这个点一下 马上进入这个什么页面呢 马上进入一个信用卡页面 数字键盘 然后你就开始打卡号 不好意思 千万不要盯着我的卡号看 大家看到没有 当我卡号出错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颤抖 当我打到第几位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visa跳出来 当我打完前面四位的时候 他已经这里的卡 之前是灰的 现在就变成visa了 告诉你信息 然后打 打打打打 打错了 他会提醒你 抖一抖 很好笑吧 也没有任何的message 也没有任何的message 他就是抖 打完这些卡号 他到输入年月日的时候 包括那个验证码的时候 他自动转到最前面 然后只留下四位卡号 大家再看一眼啊 自动移动 然后我打日子 也是一样 打错了 他是会提示你的 打完之后 大家看到这个animation没有 我打完这个日期 打验证码的时候 他自动转到卡的背面 告诉你 卡的背面这三位是cvv 然后我再打cvv 然后再打zipcode 然后好了 我的debbit card就加完了 就这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cashhelp的一个界面 这个是help和invite 然后你invite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什么五块钱 cashback之类的 然后你就可以invite你的friend 你手机的friend都可以invite 然后你回去的话 你现在这大50块pay 我就发给人家了 非常非常容易 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界面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有没有pay attention to它的那个input 那个form 非常的流畅 非常简单 是不是 根本就没有特别 要动脑筋的地方 而且它整个流程 居然还没有给你 任何文字的提示 都是靠抖动 然后图标来告诉你 就是你要填的是什么信息 这已经是绝顶了 而且使用下来 我没有任何的障碍 我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 应该非常容易 就是没有任何的提示 都可以完成 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另外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app 我跟大家推荐的话 是也是跟大家走一遍 是groupon 然后 像大家应该这里 应该也看得见 然后groupon是什么呢 groupon基本上就是一个团购吧 它是group加coupon这样子 然后你团购一些优惠券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使用的人 语言非常多 它之前也是一个startup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整个界面的流程 已经 还是focus在form上面吧 然后这是一个loading的界面 loading的话 我自己停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这也是design当中一个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说 当你的bandwidth不够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有些地方的网速不够之类的 它在loading的时候 页面没有图片 没有或者是任何大的 容量的一些media 没有登录的 没有loading完之前 你必须准备一个graphic 就是说它是preload的 这个是非常light 也就是当页面 没有loading完之后 你先看到的一瞬间是这个 直到它页面loading好了 因为你不知道 别人是在什么情况下 浏览界面 所以当你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瞬间 它是灰的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是default 然后滚的时候 上面还有动画 这是一个刷新一样的 然后基本上 所有navigation在上面 然后今天的话 我还是要 秀给大家的是一个form input 还是填表格这样子 基本上非常容易分类 然后左右刷这样子 然后我们到了这里一个mygroup 然后我们先login一下 这里上完之后 直接就是一个填这样一个 然后它的密码是mask 看不见的 对不对 然后三印 不好意思给大家看 我买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这已经登录了我的界面 然后这边是notification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coupon 然后左边就是payment 那payment的话 它因为是groupon 它就是add嘛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当我没有进入之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没有进入之前 这里是什么 这跟square不一样了吧 square只是一个界面 然后下面全是大键盘 是app设置的键盘 而不是apple default键盘 这里是一张表 然后它是下面没有键盘的 当你点击你的卡号的时候 它是默认键盘上来 所以这跟square有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那你问我的话 当然square的更加 设计感更加强了 然后你是点了cut之后 它才有一个默认键盘上来 然后你再打你的一些信息卡号之类的 当然你不用打这个dash 它是自己出来的 就跟打电话号码一样 你不是要三个格子吗 你只要一个格子 但打的时候每四个段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叫truncate 然后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里的expiration date 跟刚刚又不一样了 那个是填 打数字 这个是一个picker 是滚轴 就跟选时间 选闹钟一样 是个滚轴 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表格输入方式 也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cvv就是那个被卡后的那个三维的验证嘛 然后你输入save之后 它就开始loading loading之后给你一个小的indicator 就是打个go告诉你 啊你这张是american express的卡 连接了 卡号尾号是多少 然后你可以拿点击随便的一个作为主卡 往左拖就是删除 这个是非常基本的一个gesture iOS7开始就是往左拖就是删除 或者是另外的一些option 隐藏的 然后基本上这个是另外一个 也是输入信用卡 然后是表格的一个使用 那不一样的设计 不一样的使用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款 我只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两个 我觉得大家在使用不同的app的时候 可以多关注一下表格输入 然后不光是卡号 卡号因为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指两个例子 平时比较多的是check in check out 登录登出注册之类的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我会尽量多录一下这些 比较有意思的app 大家可以下载了玩一下 这个对设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这样 所以今天的课相对没有那么无聊吧 然后下节课就开始练习了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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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